既恭活佛词语走入佛堂 行在日常人语言相处不要计较 要学父母亲的宽容之心 包容别人的过错 要求自己更上进 大地的心是很广泛的 天的德如此的高 父母亲的心是如此的慈爱 时时省思时时去行 行在日常当中 要记得走入佛堂 行在日常 因为只有你走入佛堂 在这佛堂之中 我们才能学习待人处事的道理 洒扫应对进退 你才能行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形象不能够永远地成全你 不要老是仗着老是会成全你 你们若要老是去救你那可爱的后学们 自己就要先自救 达中道 我们不要好出头 人家说弹琴的弦太硬就容易断 柔软一点又没声音 要如何达到中道 要靠自己去调整 待人处事也是如此 人生过程的每一步 要靠自己好好学